要懂得中国的人和事 一定要读鲁迅 我是徐子冬 今天36期 我们沿着上一期的话题 继续讨论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 尤其是他们诗和的过程 鲁迅大周作人四岁 两个作家后来都有一些童年的回忆 没有说他们小时候有什么特别不和 反而有很多温馨的童趣故事 我们记得风筝中描写过 哥哥对弟弟的放风筝的摧残 可能是一种虚构 假如有事实的影子 其实更多的还就是忏悔跟情谊 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 四年以后06年 周作人也去了日本 当然是哥哥的关系 周作人到日本的时候 鲁迅已经从仙台退学 七一重文 所以两个人在东京是一起住 如果说早期的鲁迅是一个愤亲 忧郁的愤亲 周作人在日本倒是生活愉快 他延续六年都没有回国 后来写回忆文章对日本到处都是留恋 我们再对比一下 别的不说 周作人到日本来的那一年 鲁迅就正好回绍兴结婚 他的婚姻情况我们都说过了 第四天就逃走 以后据说再也没有跟主安同房 可是同一个时期 周作人却爱上了帮他们兄弟俩做饭的 一个出生贫苦的宇太信子 单单看背景 不看后面的故事发展 宇太信子几乎像阿信一样 当然这个阿信太不简单了 三年以后 1909年 周作人就跟宇太信子结婚 这个时期呢 他们兄弟的文学事业啊 其实是比较失败的 户外小书籍卖出去很少 弟弟一结婚 鲁迅呢 没办法 只能回国谋职 他在给许寿上的信里说 回国很好 我也只好回国去 因为启梦将结婚 从此费用增多 我不能不去谋事 书籍有所资助 其实鲁迅当时呢 曾经还打算在日本 再做一段时间研究的 你看他的回国呢 就为了弟弟 为了家庭 显然这是一个 非常顾家的大哥 这里的家呢 概念也不仅仅是 他跟朱安两个人 还包括他母亲 包括周作人 包括周建仁 以及他们的弟媳 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 所以人称大先生啊 鲁迅这个大先生 就是那个时候 这样叫 大先生这段时间 跟宇泰信子的关系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 但是后来当然 有一些非正式的传言呢 这个不足为凭 有证据的就是说 鲁迅回国教书 到教育部做官以后呢 他常常给周作人寄信 有时候呢 也寄给宇泰信子的家人 他们的兄弟间呢 两三天就有书信来往 周作人后来回国以后 到北大教书啊 也就17年了 兄弟呢 又同住 补树书屋 艰苦奋斗 直到 1919年7月 鲁迅花了 3500块 买了八道湾11号的 三进的四合院 我们以前说过 是鲁迅一生 住过的最阔气的房子了 好像其中的2000块 是他教育部做签试的傅需 因为这个签试每个月 好像有300块吧 这在当时是很高的高薪吧 那么其中有一千块呢 是卖了绍兴老家的房子 老家的房子呢 卖一千块 还是很不错的 余下来的数字呢 就是借来的钱 我不记得了 好像也有说是4000多 反正在当时是很贵的 而大部分都是大先生鲁迅的钱 但理论上呢 因为绍兴的老宅呢 家里谁都有份 所以周作人呢 讲起来 他也是八道湾的业主子一 所以这个五四初七啊 周师兄弟是住在一起 失业在一起 当时有些文章啊 现在署名是鲁迅 可能是周作人写的 中国小说史略啊 原来是北大有个叫 马又渝的教授 请周作人讲的 而周作人 大概不知道怎么忙不过来呢 就推荐他哥哥 所以中国小说史略 其实是这样出来的 在公众领域呢 我们看到哥哥写狂人日记 弟弟写人的文学 在私人的世界里面呢 鲁迅呢 把母亲朱安 周作人 周建仁 两家 以及他们的日本老婆 小孩 都借来八道湾 周建仁的夫人呢 竟是宇泰姓子的妹妹 叫于泰方子 这真是亲上家亲 其乐融融 1923年7月14号 鲁迅日记记载 事业时 改在自食吃饭 自聚一摇 此刻即也 这就是说 原来他们是一个大家庭 后面一起一个 大的房间吃饭的 不知道那天下午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晚上呢 开始呢 鲁迅就一个人 在自己房间里吃饭了 看上去好像 就是他一个人 还是跟朱安 跟他母亲一起 这个不太清楚 从上下文看 好像就是他一个人 五天以后 1923年7月19号上午 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 交给了鲁迅 信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 但过去的事 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 却信而尚能 单受得起 也不想责难 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 我已从前的 强微色的梦 原来却是虚幻 现在所见的 或者才是 真的人生 我想盯正我的思想 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 后边院子里来 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 自重 7月18号做人 这封信里 我注意到几点 第一 鲁迅先生 称哥哥 突然用了这么正式的笔名 这有点特别 第二 事情呢 可能是五天前发生的 也可能是很久以前 但五天前有了变化 第三 这件事情对诸作人 有巨大的打击 以至于要用宗教的境界 来承受 而且打碎了他过去的梦 改变了他的思想 跟人生道路 想想看 这什么样的事情 是需要宗教 打碎梦 改变人生道路 第四 你不要再到后院来了 因为八道湾 鲁迅其实也是照顾他们 让他们住在后面 最好的那个房子 鲁迅他们反而住在前面 你不要再到后院来了 就是说 我还有我的家人 不想再看到你了 言相之意是 你犯了错 我们不追究了 或者不想再见你了 但是还要愿你安心自重 在猜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当时的事态发展 当天鲁迅日记记载 尚无启梦 自持信来 后邀 欲问子 不至 就是说 信是弟弟自己拿过来的 当时大家没有问吧 不知道信上写了什么 之后鲁迅看了信以后 就叫用人 再叫弟弟来问 但弟弟也没有来 哥哥也没有再去找 朱正在鲁迅传里说 周作人在昨天之前 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 不自重 他无法忍受的事情 在鲁迅这方面 就在收到这个 绝交信的时候 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所以想要问个清楚 假如他真做了什么 不自重的事情 他还好意思 要做人来问吗 我觉得朱正这个 有点倾向于鲁迅 这一边的立场 推论只对了一半 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 可能就是说鲁迅 可能知道信中 讲的是什么事情 但是他恐怕其中有误会 有误解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解释 澄清 甚至有没有可能 是某种道歉 可是对方居然连解释 这个问询 更不要讲道歉的机会 都不给 这就说明 要么他不是误会注解 要么这个误会误解 是解不开的 所以鲁迅之后 再没有试图 再叫弟弟来问了 7月19号以后 鲁迅再没有找到弟弟 他决定马上搬出八道丸 作家朋友许清文 和他的妹妹许宪苏 这个许宪苏 在那个阶段 跟鲁迅家里 包括许广平 关系都很密切 我们别的时候再讲 许清文的妹妹许宪苏 帮忙找到了 北京砖塔胡同61号 是一个比较小的房子 是许宪苏的同学于芬 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 他有几间房间空着 就让鲁迅暂住 因为他急急的家里 不能呆满出来 鲁迅就问朱安 说你是不是还住在八道丸 或者是回绍兴老家 言下之意 周作人只是不要鲁迅 不要见到鲁迅 但并没有对朱安 或者其他人 有什么同样的驱赶行为 但朱安表示 他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八道丸 他还是要跟鲁迅住在一起 或者是跟母亲住在一起 所以不到两个礼拜 7月19号到了8月2号 他们就一起搬到砖塔胡同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房子 以前鲁迅虽然结婚 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家人很多人在一起 很少跟朱安就是独自相对 可是就在砖塔胡同那一段 因为他母亲有很多时间 还住在周作人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是他第一次 单独面对他的夫人 什么诺拉出走以后的一些稿子 感慨女人 不仅女人是男人的傀儡 男人也可以是女人的傀儡 等等一系列郁闷的文章 都是在砖塔胡同写的 当然这个砖塔胡同 也非九流之地 鲁迅马上到处找房子 我替他想想冤枉 这个八道湾大院 绝大部分是他的钱 为什么现在突然就要 归了滴滴了呢 到了十月底 经过了两个多月吧 他们找到了西三条 普城门内西三条的一个房子 就是现在的鲁迅博物馆 八百块成交 装修以后 到了1924年的五月 搬进新居 搬进新居以后 鲁迅曾经回八道湾取书 却和周作人夫妇 爆发了一场 有记载的 面对面的肢体冲突 1924年6月11号 鲁迅日记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载取书机 拾起 笔进西乡 启梦及妻 突出 骂力殴打 又以电话 召崇九 及张凤举 徐耀成来 崇九是 与姓的弟弟 张凤举 徐耀成是两位 北大的教授 其妻 相知恕我罪状 多会与 凡捏造未原处 则启梦就证之 然终取书而出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场面 鲁迅是回去拿书的 周作人夫妇出来打骂 还打电话 把他的弟弟 还有两个 他们大概认为是知情的 北大教授叫来 向他们诉说鲁迅的罪状 与他性子说不完整的 周作人在补充 那个时候兄弟断交 已经大半年之后了 可能也是 这一时期 两兄弟的第一次见面 却给我们理解 兄弟诗和的谜团 多了一些不同的观察 警救七月十九号 周作人交信 鲁迅随即搬走 这么一个情况看 好像兄弟间 对这件事 我加引号的事 有点默契 貌似鲁迅 这边有什么错 周作人无法承受 但也不追究 鲁迅就默默离开 这一离开 默默离开 就好像默认了什么事情 你看看你买的大宅 你支持的大家庭 你创建的家业 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 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 那这当然是常理的推断 可是在大半年后的 这个曲书的冲突当中呢 鲁迅明言 周作人夫妇是骂人 而且呢 是他的与太性子在那里 诉说罪状 言下这一则罪状 当然就不是事实 最低限度 即便是讲同一个事情 也是完全不同的表述 如果说上一次鲁迅走是一记闷棍 这一次曲书只是一通发泄 说明鲁迅并没有认错 至少不会承认周作人夫妻 所诉说的那些罪状 加引号的罪状 这场曲书打闹啊 曲书上后来有详细的记载 说周作人用书丢过去 把书作为武器啊 这对两个文人一生事业 那么吊诡的讽刺啊 两个教授来了以后 鲁迅说这是家事 不需要外宾费心 然后许受上说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 他受了很多污蔑委屈 但对于做人跟性子的事情 日记上一字不提 鲁迅去世以后 许受上是第一个 接触鲁迅的这么多年的日记的稿子 不是稿子了 就是他的日记了 他看到他在日记里边 从来没讲这件事情 周作人呢 他后来做汉奸 做老 空下来就写了很多 关于鲁迅的回忆录 有的是很有价值 可是独独对这件事情 一直避而不谈 而且呢 还特别要标明 他的日记 在1923年7月17号的这一天 也就是他知道那件事情的当天 说是用剪刀 剪去了里边所写的大概十个左右的字 意思说周作人当天是写下了十个左右的字 但事后他把这些字剪掉了 各位听众可以用拆密码的方式填补一下 这十个左右的方块字 到底这写的什么字 这个可比金平梅三阶本的 贾平花的废都 贾三阶本呢 就更有考证想象的空间了 周作人说 别人怎么评我一概不管 只纠正许寿上的说法 这两个教授不是外宾 意思是他们是知情的 最后呢 他就同意许寿上的一句话 说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 这是鲁迅的伟大处 这句话说对了 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 他同意许寿上的说法 就鲁迅伟大 这件事情再也没有说了 哎呀为什么呢 为什么八道丸断交这么重要的事情 鲁迅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呢 我们知道鲁迅生前 有很多跟人不愉快的事情 他会反复的讲的 究竟1923年7月14号 或者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80年来啊 各种各样的猜测 概括起来 一是经济 二是调戏 三是听窗 四是亏欲 所以大部分的猜测呢 都跟人伦 姓 尊严 有关 经济说 就是怪 与太姓子 持家乱花钱 然后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他的弟弟周建仁 后来也 有这样的一个抱怨 我觉得这个演员 如果有 他也不是突发的 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但不至于某一天说 你乱花钱 从此我跟你绝交 不太合理 调气 这个完全没有实证 这个只是人家 我们前面说过 09年以来 周作人 与太姓子结婚以后 鲁迅一直在经济上支援他们 甚至还寄到与太的父母家人 大家相处 真像一家人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于达夫有个说法 于达夫就听了 他说在场的两位北大的教授 他们的判断 你看他们的判断 他们自己不说了 于达夫来说 说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慕 不慕合 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 甚至说鲁迅对他有失敬之处 这个是于达夫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里边他讲的 兄弟不和 其实是一个误解 而这个误解的原因是 那位日本夫人 说鲁迅对他有失敬之处 所以这个误解这个东西 如果不及时解开 就会越解越深 尤其牵涉到信 尤其自尊心极强的文人 到底怎么失敬呢 研究者陈光中 专门到了八道湾旧宅 这个地方我也去过 前些年很残破 住了39家人家 不知道近况怎么样了 据这个陈光中的现场考证了 他说周作人夫妻住在后院 门口有很多花草 根本无法靠近厅窗 而且查证了浴室的位置 也认为浴室是不可能的 因为浴室外面正是工人 女用小孩常常进出的通道 这个实地考察 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程度上靠谱 在我看来比较更值得参考的是 鲁迅的儿子周海英的说法 周海英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时代 日本的习俗 一般家庭沐浴 男子女子进进出出 相互都不回避 即使说 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 所谓男女大房 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 当时周氏兄弟同住医院 一个院子 相互出入对方的住所 原是平常事 在这种情况下 偶有所见什么 还值得大惊小怪吗 退一步说 若父亲存心要窥视 也无需踏在花草杂成的窗台外吧 这个说的也有道理 我想起这个一大夫在沉沦里边 描写住人工偷窥 房东女儿洗澡 这个女儿撒娇般的投诉 他父亲呢 却在旁边哈哈大笑 这个也是 大概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不过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时间 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哎呀 我说实在话 各位 我其实并不真正关心 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更感兴趣的是 两个人一生不谈这件事情 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不谈 这是一种默契 也是一种互相尊敬 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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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继续